一场车祸 年轻男子瞬间殒命 令家人痛彻心扉 一场扑朔迷离的饭局 竟成了夺命的午餐 谁该对死亡事件负责 只要是共同饮酒的参与人 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认为是不需要承担 接下来我要说的 可能两位家属 可能不太愿意听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事故的发生 和饮酒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江西首档法律服务节目 有请律师 最久的代价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集结知名律师 提供专业服务 共享法治生活 这里是江西首档法律服务节目 有请律师 本节目由奥运品质 金龙玉米面油 赞助播出 我是主任海波 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三位律师 今天来到有请律师节目录制现场的律师有 朱勇 江西求中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骏 北京大城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肖杀 江西育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干净律师 将通过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亲力打造的干法智慧律所 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8月16日 在江西省105国道 拖船检测站 1780公里处 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 让周围的老百姓 纷纷驻足为关 年仅31岁的张树市 大桥街道龙湾村的王航文 在此次交通事故中 当场与命于他驾驶的私家车内 而王航文的突然离世 让他的家人深受重创 当时他说 这个死刑呢 是来到交警打电话给我 四点钟 女儿子出车祸了 我说 我说是什么死刑呢 年终不年终 他说已经死掉了 不行 我一下子去 这个人呢 行说我暖着了 他说你过来一下 认识一下快个时不时 还是要过来一下 突然间接到交警打来了电话 毫无心理准备的王复林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我也打电话给了 我的一些姐妹妹 弟弟 我打到电话给他 我说你没过来 我没有 我没有主张呢 我没有办法 我不清楚这个损失了 怎么办呢 那么一个人好好地出去 就找死了 民用人呢 去殡仪馆 我到那边一看 一看就是 是我儿子 他说 也没赞助 我看见那个人 死得很惨 那个头都 看不清 看不清是自己儿子 还是别人家 只是那个衣服 是自己儿子的 来到殡仪馆 看到儿子这般惨壮 王复林心如道各 根本不敢 也不愿相信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当时的他 唯一的感觉就是 天坍塌了一样 那我去的时候 我妈 我妈还在地下 还躺在那里 起不来 就是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 声音都哭哑了 她也去看了 她说很惨 那个头 她看得很清楚 她就拖到那个 到了殡仪馆 拖出了那个箱子里面 她用手去摸 她就那个身上已经冰凉了 但是我们这个家 基本上就要散掉了 我这么大了 我哪里三年钱到我 还两个这么小的孩子 一个四岁 一个六岁 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八十来岁 三十一岁的王航文 是王家的长子长孙 也是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 原本 这个大家庭美满幸福 三代人生活在一起 虽不说大富大贵 但小日子 也算是过得和睦自在 我们去年的时候 都打算说到张树买房 毕竟小孩都要读书 就方便一些 就因为一些琐事 然后对我说就耽搁了 来说到风筝买 到张树那边买个房子 就分歧一点 其实也供得起嘛 房贷 聂林 2012年和王航文 相识相恋 很快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两人生育了两个孩子 儿女双全 是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 可还没来得及规划 落实未来美好生活蓝图的第一步 王航文 就抛下妻儿 永远地离开了 让聂林 犹如坠入 无尽黑暗的深渊 孩子们可能还并不明白 爸爸的离世 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但这不到一个月的事件 王家所有人都仿佛 经历了一场梦魇 迟迟不能挣脱 那么 当天这场交通事故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看那个现场发生的视频了吗 刚才看的就是 就是那个前面 我只是那个 长鼠过来啊 前面有一张 那个 关的 用那个水泥的关车 他就抢那个车 他前面抢车的时候 那边又过来一张 前面又过来一张车 因为过来的那个 拖延着 那个拖好大的车 他就让不开 就这样 从上去 王福林在现场 向大家描述了事故的大致过程 而从事故后的这段视频来看 王航文当时的驾车速度 应该非常快 才会对车身造成如此大的压损 而在我们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王家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份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2019年8月16日 14时11分 在封城市105国道 拖船检测站 1780公里 王航文 最久驾驶小车超速后失控 与对象车道执行的 罗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及挂车相撞 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挂车 因避让撞向路边电线杆 导致王航文当场死亡 两车受损及电线杆电缆受损 我问一下当事人 我们从交通事故认定书看到 认定的情节有一个是醉酒驾驶 那么他醉酒到什么程度 你们有没有看过相应的检测报告 或者有没有其他人员跟你们描述 他大概是喝了多少酒 检测出来的给我们看的是227.1 在王航文家属提供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王航文血样中含有乙醇 测定结果为 每百毫升227.01毫克 根据血液中酒精含量的不同 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 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为饮酒驾驶 而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 80毫克的驾驶行为 为醉酒驾驶 王航文血样检测数据如此之高 着实让人震惊 那么这个饮酒行为 应该是属于很严重的醉酒状态了 所以它发生交通事故的程度 以及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会非常大 即便它没有出现这种交通事故 那么它可能也涉及到了这个危险驾驶队 那么更何况在这个 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 它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么我觉得这个交警 它的判法还是比较公允的 首先它已经触犯了 这个我们国家刑法的一个危险驾驶罪 其次的话 对于事故的发生 它其实应当承担 主要甚至是全部责任 因为王航文醉酒后驾车 导致发生交通事故 三位律师对于交警出局的事故认定书 都持认同态度 而在节目录制现场 王福林和王富兰向三位律师提出 倘若王航文不去参加当天的饭局 就不会发生意外 所以和他吃饭喝酒的人 应该对王航文的死负责任 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喝的酒吗 知道 就在自己家里还是跟朋友一起喝酒 朋友叫过去的 桌上有十个人 当时他去喝酒你们知行吗 我们知道他去喝酒 但他没跟我们说去哪里 他就说有人请他吃饭 那家人有没有提醒过 喝酒的话不用开车 或者说是既然要出去喝酒 就不要把车开出去 一直都是这样 从来买车去一直都是这样盯着他 他平时喝酒吗 他平时在家里可以喝点 喝了酒以后会不会开车 喝了酒在家里睡觉不会出去 根据我们一般来说 当你的喝酒喝到三两的低度白酒 或者两瓶啤酒的时候 你的酒精检测的血样里面 就可能会达到80毫克 所以我想了解你们这个酒是什么酒 从哪里购买的 这个酒是那个请客的人买的 王航文父亲和姑姑的这些话 让事件出现了新的状况 那么王航文醉酒后驾车 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 这些和他一起饮酒吃饭的人 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呢 针对这个问题 三位律师在现场详细地向家属询问细节 你儿子平时应酬多不多 一般嘛 还可以 喝了酒以后会不会也经常开车回家 尤其是掐着酒开车 他那个游铃皮都送回来 一般个情况他掐着酒 都要游铃送回来 通得到我来 有两个事我都骂着的 有两个朋友通得来 我你比较一下 家我都骂着 我的疯子就回来 我被通得就回来 这个我平时发现送到我来 就这吹四千半个人 那吹四千半个人 那吹四千半个人是掐着酒 那把这送到我来 他自己开车还是别人开车 别人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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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开车把它送到家里来 王航文平时酒量怎么样 平时一般在家里或者在外面应酬 一般会喝多少酒 在家里面还少吃高度酒 都是吃的啤酒 在外面 就吃这个高度酒 王福林表示 如果儿子是在家饮酒 家人一定会严加控制 也绝不会允许他酒后开车 可是王航文外出应酬 作为共同喝酒的人 就应该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 更不应该劝酒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儿子出去吃饭 他在想喝这些人 吃到酒的关系 他没有喝酒的话 就不会出这个事情 这些人劝着酒给他吃 我儿子是这样的 也年以不多的 人家敬他酒 他就喝 那桌上那八个人全部进了他的酒 那八个人就是全部的东村的村尾 首先是他们三个人进了那村尾的酒 然后村尾每个人都进了我儿子的酒 就是因为喝多了酒 就是你不开车出车祸也会醉死的 我就说你喝了酒的情况下 你一没通知家里人打电话叫我们接回去 二没有劝住他不要开车 三你第一个起码要送他到医院里去 当时那个情况 王福林和王福兰所述的这些饭局上的具体情况 据他们表示 都是从当天组织这场饭局的 一个叫做段俊成的事后描述中得知的 为了核实情况的真实性 我们的记者拨通了段俊成的电话 我家超过十一个人 总共十一个人 当时吃这个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喝了多少酒呢 当时还有印象吗 据王家人介绍 段俊成他们也都很熟悉 和王航文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两人平时做生意也有交集 但他们没有想到 这一次段俊成组的饭局 却让王航文与家人 从此阴阳两隔 像他们都是在一起喝酒 都没有留他 或者通知我们家里人 要是通知了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当时去喝酒 我们知道他们去喝酒 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喝得那么大 对于自己组局吃饭喝酒的事情 段俊成并没有否认 那么当天吃饭喝酒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大家有没有对王航文进行劝酒行为呢 那天是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敬了酒的吧 反正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我们穿的人肯定是没出过杯 我也没进他 他也没进我 就这个意思 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 都是别人来敬你们的酒 我们敬他们 然后他们肯定会毫无疑问 就是那场话的主意 不是对 段俊成告诉记者 当天饭局上 除了自己和王航文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三人之间没有相互敬过酒 村委会干部一行八人 都和他们三个相互之间 游过敬酒碰杯的行为 但是并不存在劝酒的行为 另外段俊成还向记者透露 饭局结束后 他也尽到了自己保障 王航文安全的责任 我实际是我没开着坐 他车上面 完了去他们 从那路口 然后下来 然后他回家睡觉 然后他距离回家 然后是我一个堂哥 把我接回去 我这样做的 我说你开着回去睡觉 再出来吧 刚才车闻就出去 我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作为这个饭局的组织者 段俊成 他也是王航文的生前的好朋友 那么他作为这个饭局的组织者 对参加饭局的饮酒人员 他们的安全有没有责任 如果有的话 这个责任应该是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大小怎么来区分 段俊成来说 他首先是一个组织者 并且他还提供了酒 那么作为一个组织者 并且还提供酒的话 他具有一个安全保障 那么我们国家安全保障 义务这个制度 其实是为了促进我们 这种组织者 及组织的一个良好运行 那么其中有两个 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是 理性认知危险原则 那么你要理性认知 你这个组织 之后会带来什么危险 带来相应的风险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 就是合理期待原则 那么你作为组织者 你也把大家带到了酒桌上 并且还喝了酒 这个时候 你应当去把他们 护送或者请代价 或者叫他们家属来 把他接走 但是如果说存在 当事人自己 强行要开车回去 不顾大家的劝阻的话 这个时候的 合理期待原则 就可能会打枪 那么就意味着 我已经足够地提示了 安全保障义务 但是当事人自己 强行脱离这个安全保障 自己把自己 置于风险的话 可能这个时候 他自己要承担 一定的风险 那么对于段俊成来说 他肯定是服务 一个次要责任 因为对于事故发生的 主要责任的话 还是由他王唐文自身来承担 这个段俊成 他在请客示范过程当中 虽然一直强调说 是没有一个劝酒的行为 但是在饮酒过后 他并没有完全地去阻止 这个王唐文开车离开 而且他还坐了王唐文的车 随着王唐文一起到了村口 才下车 才自己才走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明显地看到 段俊成本身 对于这个王唐文 饮酒后驾车 他是有一个 没有进到这个应当进到的 这个安全的一个照顾义务 也没有进到一个 适当的一个阻止 因为他本身没有阻止 王唐文开车 而且他是导致 王唐文喝酒的 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王唐文对自己 进行了一个放任 他对结果 采取一个 这种放任的态度 导致了这个结果的发生 那么他的这个结果 就应当成了 一个主要的责任 段俊成 他无疑应当有义务 应当保证 饮酒人员的安全 但是我们来看 第二个问题 就是对于本次事故 段俊成是否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就需要看 在将来的诉讼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或者说 我们能否收集到一些 证明事故的发生 和段俊成的这个 主局行为 有因果关系 简单的来说 就是事故发生的 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饮酒而起 那么接下来 我要说的 可能两位家属 可能不太愿意听 但是呢 就我个人而言 就本案而言 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事故的发生 和饮酒之间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朱勇律师的这番话 让王福林和王富兰 内心一阵慌乱 而这可能也意味着 这起案件将来 如果进入诉讼程序 王家仁很有可能 无法获得赔偿 我们那边也有人 喝醉过酒酱 他们就说上了桌 都是一样的责任 你们也知道 他喝醉了 律师的话 包括法官也好 他将来会对于 整个案件 进行一个宏观的把握 那么我们其实 在帮你分析的过程当中 也要找到一些将来 可能我们面临的 一些活络的环节 然后如果说 能够有条件 或者说有机会 去收集一些 足够的证据 去弥补或完善 这些方面的话 对于我们主张 或者是维权 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 如果不是喝了酒 那不至于我们负责任 告诉你啊 这个王女士 本来事故的发生 其实按照我们理解 事实的理解 它应该是交通事故 那么我们对于 英国关系的认定 法律上的一个理解 和我们现实 日常生活当中的 那种广义的英国关系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或者是差距 竹勇律师 对于整个事件当中 薄弱环节的关注 是想让王家仁的维权之路 走得更为顺利一些 那么 既然当天这场饭局当中 还有当地八名村干部 参与其中 他们对于当天的情况 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当地全有一个人 还有我办公室 一个 我们两个人 几个人做个办公室 我的主任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那个村干部也在场 他说我国际界接分 要不然国际界里面放假 要不然提前 请你们吃的便饭 我们将近十二点钟去的时候 他就 我们进去 当时他就有两个人在那里 我们大家 基本上我们都不认识 因为不是本个村委的人 不熟悉 不熟悉 他自己 一下 拿了那个 那个三瓶买酒 其中 其中一个 还有妇女主任 还有一个 就是人家没喝酒 就喝到饮料 就我们这十个人 他就是二两个杯子 一个人就是说白酒 就喝了一瓶买酒 村委会民兵营长 陈国辉告诉记者 当天 大家喝酒的量并不大 并且 在段俊成 还想要再拿酒的时候 他还进行了制制 他拿了啥瓶酒 因为 后来 那个就是我自己 把那瓶酒拿掉 抢掉了 我说算了 大家 你自己 自己开了车来 最好酒 就不要 不要喝得不掉 陈国辉表示 除了在饮酒时 控制了饮酒量 在饭局结束之后 大家也都说了 饮酒不要开车 1点1时左右 就从那个 那个饭店里面吃完 王奥文和这个 段俊成 两个人是最好下来的 王奥文准备上车的时候 我说你等一下 我叫这个段俊成 我说你把他送到回去 是吧 段俊成 我就叫 把段俊成的车子的样子 拿到了我身上 拿到我身上 就是说 我一个没喝酒的呢 我说等一下 我们马上 他的车子 开到村上回去 我们下午还要死吧 那个时候 叫他 就上了他的车 上了这个 王奥文的车 而且我们大家都站在那里 看着他 看着上了他的车 上了 我叫他送王奥文回去吧 就下了我们这个 要让我到 往那个左边一下 前面就是他们村庄 看到他下了车 那个车子 往下了路 往前面走了 我们再慢慢把他的车子 我们开到村上回去 在九州上 反正是在压户进啊 这种 没有没有没有 反正 因为不熟悉的人 人家哪个人来敬酒 陈国辉的说法 仔细听来 在关于敬酒这方面 其实和段俊成所说的内容 还存在一些差异 那么 当时也参加了饭局的 还有东村村委会的 党支部书记陈荣如 他的说法又是怎样的呢 没权利根本一致 因为讲究老师 我们年龄都不太大 他三十个次 对 我们都可以说是 他当长辈 对 他小宝子 看你不熟悉 又根本不认识 又没什么私家感情 如果是假的好友 不然从丝啊 从许多那 还能聊得来 现在跟他一个小宝子 根本就不舒服 随便跟他喝酒 这个事实要进行认定的话 是比较难的 但是共同饮酒这个行为 这个证明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有相应的人也承认了 是共同饮酒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这个案子 不是说我非要达到劝酒 劝到实在不行的情况下 还要承担责任 而是说我认为 只要是共同饮酒的参与人 那么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 我可能还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那么关于共同饮酒 对于后续的事情 产生了相应的附随义务 这是一定的 但是我们不能无谓地 扩大或增加 共同饮酒者的一个法律义务 那么对于饮酒后的饮酒者 发生了事故 是不是必然就由 共同饮酒者来承担责任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这需要认定 事故发生的原因 以及共同饮酒者 是否已经尽到了 在共同饮酒以后的 看护 护送 等相关的义务 对于共同饮酒人 是否要对同桌饮酒人 后续发生的事故负责 小杰律师和另外两位律师之间 发生了争执 与此同时 听到罗骏和朱勇律师的说法 现场的王福林和王富兰 更是接受不了 我们这方是没有嘴巴说的 他们说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的 您提到的这个确实 您说我们也不知道 你提到的这个确实 我们食物中的一个 食物中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 就是在镇上 也没有什么监控 也没有什么视频 但其实你们在 举证的过程中 对于共同饮酒这个行为 他们应该是也承认了 有共同饮酒这个行为 那么至于你说的 有没有劝酒 后面有没有做提示 这个是我们后续 可能要去补充的 人证也好 包括一些通话的 一些记录 微信短信等等 那么如果存在 他们几位当事人 说的不一致的情况下 有的说他当时是我进了 有的说他没进 那么当他当时人 说的不一致的时候 他们的证据的 口述的这个 就存在一定瑕疵 这个时候去由法院 来进行一个综合认定的问题 当天的饭局 这11人之间 到底有没有发生 劝咎行为 因为没有监控等证据 目前确实无法进行定性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我们的记者 特意找到了当时 这一行人吃饭的饭店 进行调查 当时吃饭是个情况 你还记不过 当时吃饭好像是 那个断家村的那个请客吧 断家的那个请客 对 请客来了多少人 有十来个人 还有我们村里几个人吧 对 喝酒喝得多吧 那天 他自己带了两瓶酒 自己带了两瓶白酒 你这边呢 你有拿了多少酒 没拿 这边没拿酒 就是我现在开店的 全部是自己带酒 哪个是自己 哪个都没有到店里拿酒的 拿酒的好事 全都是他自己带的酒 就自己带了两瓶 那个什么毛布酒吧 喝了两瓶毛布酒 其他没有喝了 没有没有 没有我在这里拿酒 当时吃饭什么状况 你还记得吧 吃饭又没看到哪个喝醉 这家饭店平时客流量不大 加上大家 也都是附近相熟的乡里相亲 老板说 自己对于当天饭局的事情 记得还是非常清楚的 他告诉记者 当天十一个人 喝了两瓶酒 量不算很大 也没有看见谁喝的烂醉 但对于是否有劝酒的行为 他说自己并不清楚 但大家伙在离开饭店的时候 有件事情 他还是记得很清楚 就看有一个矮的 不要叫他开车 然后那个请客的把他送回去了 请客的把他送回去了 然后我们村里的一个人 把那个请客的车子 开着他村里飞去了 开着送回去了 那个请客的送他回去了好像 他是这样子的 你什么真的都推给他 再加上你们八个人是在一起工作的 你肯定会共识一样的 肯定串宗的 已经说好多政治的 还有那 敦政的那个 他是长期在他那吃饭的 他肯定也是先向他那一面的 我们这是没嘴巴说话了的 他说明说什么就什么的 他如果当时在那个吃 喝酒的那个酒着上 有那个全部的记录 那我们就跟门去了 那他又说没有 我没有问过他 他又说没有 我觉得需要从三个层次来分析 这个酒店老板 这个话 对于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问题 其一没有过分的劝酒 其二 其在王航文离开的时候 提示了王航文 劝阻了王航文 不要去开车 他已经尽到了 他应当尽到的责任 那么如果说王航文 因为酒后开车导致事故 相应的责任 对于这些参与喝酒的人来说 我认为是不需要参与 首先的话呢 对于这个受害者家属的遭遇 表示同情 但是法律 他不讲人情 众所周知 饮酒过度 会对于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那么死者 他是成年人 精神智力正常 属于我们民法上的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不听劝阻以后 酒后驾车 致使事故发生 那么 他本身的过错 及违法行为 造成的这样的一个 本案的悲剧 所以的话呢 他要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 承担主要 甚至是 全部责任 至于其他的人的责任问题 可能还是需要 正如我之前已经说过的 对于一些关键事实的认定 我们是否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 如果无法提供 那么可能我们 在要求其他的 酒局的参与者 承担责任的时候 可能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这个东西 确实 确实比较 举证的时候 确实是 我们举证 现实生活中 是有点困难 但是他们共同赢酒 这个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 关于他们 有没有做提示义务 我说了 如果 仅仅是他们嘴说 没有第三人 或者其他的话 这个力度就比较小 因为 我们也知道 有些人 可能在事发之后 可能会 就是觉得 要当责任了 他可能会就 避重就轻 是吧 但是 这个其他人员的话 就在场的 服务员也好 包括老板也好 他们的阵眼的话 可能会 对这个案子的 一个导向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事后 在法院阶段 审理阶段 我们准备 诉讼材料的时候 可以去补充的一些东西 所以咱也先别急 让王家人有些愤愤不平 那么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干法智慧律所的 干净律师 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同桌营救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应当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根据我国民法总则 清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同桌营救者的责任 主要取决于其在事件中的过错程度 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 同桌营救者是否进行了劝酒 第二 对于过量营救者是否进行了劝阻 第三 在酒宴结束后 对于醉酒者是否进到了合理的照顾义务 尤其是酒宴的组织者 应当将醉酒者安全送给其家人的身边 具体到本案中的同桌营救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我认为应当区分酒宴的组织者与村干部 在本次事件中的过错程度 以此来划分其对于醉酒死亡者后果的赔偿责任 世界卫生组织有调查显示 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 酒后驾驶已经被列为车祸致死的主要原因 王航文作为一个成年人 在饮酒后执意驾车 显然已经忘记了酒精会使人神经麻痹 迟钝的更顾不变的真理 等到真的发生车祸 毁之完矣 家中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人心痛 王家人始终认为 王航文就是在这次饭举当中被劝酒 并且没有在酒后有力地被劝阻开车 或者被妥善地送回到家中 亦或是联系家属 而后直接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人车巨损 王航文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家人 而唯一留给他们的只有无尽的伤痛 和不知道该如何维系下去的生活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王家人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在场律师在全面了解的事情经过之后 极力为王家人寻找突破口 首先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不愿意看到 那么如果能协调的话 几方都在一起 把这个事情调解过去的话 那是最好的 也可以说尽快地能解决一下 这种赔偿的事情 那么如果你们协商不成 非要走入诉讼程序的话 那么我给你们有几点建议 那么首先第一点是 那么你们要肃请赔偿的时候 肃请的主体有哪些 首先我要刚刚提到的就是 你们要详细了解事故发生的现场状况 标识 路牌 双黄线 以及路上有没有坑坑洼洼 第二个 其实我们每辆车都有交强险 那么交强险对于这个赔偿是先行跌幅 第三个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血液论定书里面 是达到了200多毫克 那么按照正常来说 喝二两白酒 可能就只达到了80以上 那么这个差距巨大的情况下 我们是否要了解一下 你喝的白酒质量问题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共同营救者这一派了 段俊成 他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王航文自己承担义务以外 他的承担责任 可相对于其他营救者能更高一点 那么对于其他营救者 可以将他们一并列为被告 事故发生以后 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做 第一 肯定是积极的和相关的部门 就是交警部门也好 还有这个村委会也好 进行一个沟通 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其他就是可以和相关的 你们认为的一些事故的参与者也好 责任者也好 进行一个协商沟通 能不能通过这种非诉讼的方式 通过调解的方式 解决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争议 如果一旦进入诉讼环节 那么最重要的东西 打任何官司都是讲求证据的 那么你们要做的就是 要把相应的证据搜集好 准备证据这件事情 其实是你们的当务之急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一个是从交通事故方面 去向事故的相对方去主张权利 因为事故责任认定书 认定了事故的相对方 是承担次要责任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从生命权纠纷的角度 去向相应的酒局的组织者 和参与酒局的饮酒者 去主张权利 他就是不理议我们 就不跟我们谈 直接否认 我不认识你 王先生 王阿姨 对于王航文的不幸遭遇 我们也非常痛心 也很同情 三位律师 从他们的专业的法律的角度 给你们提出了 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接下来也有可能 你们可能要走法律程序 那么如果是让你们 做出一个选择的话 三位律师的意见 你们更倾向于选择哪一位 肖律师是什么 酒后驾驶 无论涉及什么人 也不管什么理由 都要一视同仁 从严处罚 让酒后驾驶成为 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线 王航文醉酒驾驶 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给家人带来的伤痛 也将无法抹去 是这一意 希望王家人能够坚强 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 法律权益 好 我们感谢肖律师 也希望两位当事人 能够在您的专业的 法律意见的指导下 更好地维护 他们的合法权益 同时呢 我们也感谢 刘律师 朱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加油中国 健康是今 有请律师节目 由携手三届奥运会的 金龙与米面油 健康呈现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